怎么看待小胖和花海的对位水平 小胖和花海对位水平 我觉得现在 你如果硬要说 两个都是很标准的S组级别的打野 你要非要说区别的话 在我眼里的区别 花海的现在的领袖能力更强 然后逆风找机会能力更强 小胖他是一个手法操作 非常非常丝滑的一个年轻选手 他的顺风局的一个发挥 可能会更有优势 他相对来说 我觉得花海更老练一点 已经过渡到了小胖的下一个阶段 就举个例子 小火龙进化成火恐龙 进化成喷火龙 如果说小胖现在已经进化到了火恐龙的话 花海就是喷火龙的级别 太熟练了 所以在我看来 花海要更老到一点 对于整个队伍的整体 把握能力比小胖要更强一点 现在在狼队里面 去掌握整个队伍的人是谁 还是非牛 还是非牛 对不对 是这种感觉 但是在伊斯大是谁呢 是花海 这就不一样 对吧 所以已经完成转型了 有人说暖羊呢 暖羊大概率是在我心里呢 是火恐龙正在进化 长了一只翅膀 好吧 第二只还没长出来 是这种感觉 介于两者之间吧